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绍的是日韩设计师锦商荣福 他是日本著名的设计师、摄影师 他所专注的设计领域是照明设计领域 1970年出生于日本福岗 1999年在日本的西南学院大学商学院完成学士学位 毕业之后作为摄影师 为Sony资深堂新力的国际大牌拍摄了很多广告 也获得了不少广告奖项 2004年由苍宇时浪作品照明 作为一个艺术家也开始活动 开始迁入影吸酸蒲公英在他的系列里面 他从2004年开始工作到2009年完成蒲公英 他的作品从那时以来专注于重生记忆和光的主题 2015年为日本东京Zaku Zaku 高点电视内设计 在他毕业的第三年就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 参与了日本著名导演伊丹十三的电影蒲公英 并广受好评 在2014年米兰家具展他公布的Templeport 在全球有高度评价 2014年在现代艺术纽约博物馆是最流行的 他被公认为最常销的作品 下方有设设计师的Facebook跟个人网站 接下来进入作品介绍 All-Heroid-Templeport的作品 选择颠覆以往常见的蒲公英样貌 改以方正接应的形象四人 一朵完整盛开的蒲公英被艺术家放到了透明压克力里 虽然少了轻盈唯美的一面 但却更能清楚欣赏蒲公英的细致绒毛毛 Templeport日文为蒲公英之译 这个名字会让锦上荣夫想起日本一部 由明道一丹十三拍摄的经典透明电影 其长进说法有如 蒲公英轻盈浮动班底如唱 锦上荣夫认为如果要用一种路边常见的植物来形容日本人 那应该就是蒲公英了 不需要太好的生长环境 到处都能成长 黄色的花象征火力与春天的到来 毛茸茸的种子随风流浪 到新的环境打拼奋斗 从这个角度看来蒲公英真的就不只是可爱也浪漫 而是更多了一点正面积极的能量 这款照明灯是将一些微型LED灯镶嵌在真实蒲公英的金里面 然后将这株蒲公英密封在一个由比锡酸制成的有机玻璃盒里 当这款照明灯亮起时就能由里亮到外 从头亮到尾 发光的模样呈现出非常干净清透的极简风格 它用一种蒲公英的轮廓来照亮周围的黑暗 锦上荣夫用这株被照亮的摇摆的蒲公英 来表达一种脆弱感 同时它也可以唤醒我们曾经采摘蒲公英的记忆 带来一种永恒的淡淡相仇 是一个透明的六灵镜椅子 从椅子的顶端看下去 会看到蒲公英将吸取传播的异象 黑色的纸是由108个单位组成 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有不同方向的折射光 SakuSaku 原宿店的装置艺术和室内设计 店内的设计为时尚精巧路线 内部的装设也非常简洁干净 就像是一座迷你甜点工厂 非常精巧可爱 而玻璃窗设计能够让客人欣赏整个泡芙的制作过程 它也有为BAC穿起点的装置艺术和室内设计 景上农夫的摄影作品有拍摄、风景、人、产品 而其中他拍摄风景的作品占比较多 照片左边第一张是拍摄巴黎火车上的一位女孩 右边的照片是拍摄一位主艺人 我的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